Hi, my name is Eva,我是余老师 Let's learn HSK 1 together What is HSK? 什么是 HSK? HSK是汉语水平考试 它是测试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 而设立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 它帮助更多的汉语学习者有机会测试自己的水平 新的等级标准改革已经实施 但是别害怕,我会帮助你们学习 9级成为新汉语水平考试的最高等级 通过HSK 9级的考生 可以轻松地理解听到或读到的汉语信息 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 用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What are the tips of learning HSK? 学习HSK的窍门是什么? 对于HSK汉语水平考试听力部分来讲 听力考验的往往是学生快速准确 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对语言的熟悉程度 要想提高汉语听力水平 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多加应用 多听多练 对于HSK汉语水平考试语法部分来讲 要想掌握中文句子结构 就要重视语法学习 不能只满足于知道汉语应该这样说 还应该知道汉语为什么这样说 学习汉语的构语法和句法是必要的 语法练习和交际语练习 才能把汉语学得更扎实 HSK汉语水平考试考察的不仅仅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更是考察学生对汉语的理解运用 思维能力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讲 汉语水平考试难点多多 但只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抓住难点 对症下药 就一定能在考试中取得佳激 How are you helping you to learn HSK-1? 我怎样帮助你学习HSK-1呢? 学习HSK-1最重要的是熟悉500个HSK-1的词汇 和理解HSK-1的语法 词汇方面 您可以在Finance Mandarin平台上 找到所有带有拼音和翻译的 HSK-1的单词列表进行学习 同时我将教授发音部分的拼读 并纠正您的发音 在语法方面 通过Finance Mandarin的平台 我可以帮助您了解到 HSK-1的词汇如何应用在 每一个句子中 并进一步了解句式及其含义 使用简单有效的方法 带您了解词性和不同的句子种类 此外 我们将会提供试题 分阶段为您测试水平 找出您学习的弱点 并强化练习